香港社会弥漫不满及沮丧情绪 港府声望大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5日 德国之声报道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 计划于1月底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林郑月额不论 在最新评分支持率及民望净值三方面 均创上任一年半以来之新低 民意研究计划在1月21-24日访问1007名市民 调查显示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满意度跌至新低点 满意率大幅下滑15个百分点 对比上次调查的42%跌至27% 不满率则大幅上升13个百分点 达到49% 数字显示市民的年纪 愈轻和学历愈高 愈反对林郑月额出任特首 一级与较低评分 自去年冬天起 香港流感步入高峰期 香港公立医院爆满 前线医护人员压力爆破 于1月底连续两个周末举行集会 怒吼政府末世人手不足 令医护人员疲于奔命 医护人员的抗议引爆社会强烈反应 有舆论把矛头指向单程症来港人士 使这项一直备受争议的150个单程症配额政策 再次在社会引起热烈讨论 屯门医院心脏专科医生 性灵觉醒成员黄润匡认为 医疗资源严重透支 问题根源来自每天150个 内地单程症来港人士 现实大量持单程症配额的 内地移民来港定居 对本港社会福利 房屋教育及医疗等造成重大负担 黄润匡认为 特区政府应该向中央反应 教廷每天150个内地 来港之单程症名额 另一方面 人口政策关注组召集人 谭凯邦认为 新移民人口是导致医疗服务需求 增加的原因之一 促请客手林郑月额正式问题 取回单程症审批权 减少每年数额 另一方面 随港珠澳大桥通车 大量即日来回的一天团大桥 观光旅客拥至香港 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显示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 内地方港旅客 逾140万人次 对比去年增加于30% 当中大部分为即日来回的内地旅客 令本来已挤迫的香港 更见己拥 多个地区几乎动弹不得 居民怨声载道 人口政策关注组 谭凯邦指出 香港的接待空间 早已超于承受能力 香港已严重逼报 谭建一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 特区政府应设每日载客上线 避免太多旅客勇港 公司职员黄女士告诉德国之声 整个新年假期 她刻意外出旅游 避开大量游客 她指出 平日居住环境已挤破 近年内地的旅客 及新移民越来越多 到处人山人海 公共设施及资源不胜负荷 另一方面 政府却花费大量公筒 兴建大白项工程 如港珠澳大桥 先不说千亿元何时回本 每天大量即日的旅客 已为香港带来沉重的负担及压力 香港也如一个困兽笼 就快连呼吸的空间也没有 黄女士认为 特区政府没有站在香港市民 扶植为衣龟 指一位讨好中央 对于每天150个内地 到香港单程证明额 她希望特区政府 能向北京政府勇敢说不 在回应民意及支持度 录得新低点 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市民对政府管制能力有质疑 甚至对她本人的领导能力有看法 这些批评她都完全接受 会深刻反省反思 林郑承认 政府在处理众多问题时 处理手法可以更谨慎 配套出台时可以更全面 和公众互动可以更深入 她希望得到广大市民的谅解和支持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 及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 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为何香港领导团队的评分 每况愈下 她认为 领导班子及官员 在近期收紧中原申请门槛 前特首梁振英UGL贪腐案 医护压力爆破 铁路沙中线丑闻 这一系列事件的回应 无一能够说服香港市民 中指出 政府曾扬言要致力修补的社会撕裂 然而从特首林郑月娥过去一年的作为 言行及官僚的嘴脸 究竟是在修补还是在进一步撕裂社会 中介华又质疑农历年期来港旅游人数创新高 是代表了香港旅游业有良好发展 还是代表香港有更多市民的生活 正在受到不合理的挤压 香港进会大学新闻系高级奖吕炳全 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认为 踏入2019年 特区政府在施政上种种乱象 都集中浮现出来 包括三岁分流方案的撤回 关爱共享计划4000元之申领资格 及程序繁复 造成行政混乱 可谓十分扰民 吕炳全认为 这些民生政策的失误都不是个别事件 背后有着共同原因 他指出 从管制上问题来说 特区政府没有进行民意咨询 另一方面 官场也流传 林郑月娥的管制风格是一手抓 使其领导班子成员 在政策制定中处于弱势 不能各司其职 在特首的强烈主导下 若出现盲点 政策失误便浮现出来 另外 吕炳全指出 近期接二连三的施政失误问题 与选举制度的不民主不无关系 北京清点小圈子产生下的政府 他们更多向北京负责 导致对民意回应不足 吕炳全认为 近年在选举上 泛民选情黯淡 建制派控制议会 选民不能透过立法会制衡政府 施政的失误机会变更高 另一方面 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却反驳称 特区政府非常关注社会民生问题 所以在预算案 施政报告上 对民生及支持社会福利的政策均琢磨不少 张华峰对德国之声表示 从今年年初公共医疗资源紧张时 林郑月娥便马上宣布政府已预留1笔5亿元拨款与医院管理局 以应付高峰期间人手不足的问题可见一斑 张华峰表示 当政策在实施中 一些细节运作可能未如理想 的确有改善的空间 然而却被部分市民及泛民议员 针对行政上的失误而无限扩大批评 张认为 林郑表示往后会多关注政策推行时的具体细节 证明他还是很关注民意 但是有香港市民把社会问题政治化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贸易战后的美中关系有何变局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5日 澳洲广播电台报道 随着美国高级官员 与本周抵达北京继续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中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但是一直困扰着多个全球市场 以及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其全球增长预测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去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并威胁还会征收更多 此后中国也对美国商品征收了关税 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的关键点 可能在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行为和中国政府给予高科技公司的官方支持 瑞银分析师的一份报告称 无论贸易协议的结果如何 美国都将可能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以及中国获取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渠道 该报告指出 此外我们预计美国将利用增加关税 金融制裁或切断中国获取技术渠道的可能性 作为执行任何贸易协议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中国经营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中国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公司 仍将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 瑞银表示 中国极不可能放弃在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下 获取先进技术的雄心 或减少相关的官方补贴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瑞银分析师说到 虽然中国可能会深化国企改革 但这些改革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国企的效率和实力 而不是将其关闭或私有化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尔和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将参加本周与中国官员的会谈 中国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尚未达成一致 但瑞银则认为官员们可能会在最终贸易协议的更广泛框架上取得一些进展 3月1日是截止日期 但瑞银表示这个截止日期可能会被延期 两位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在3月或4月底正式达成 这份报告表示 这符合我们目前延长贸易谈判最后期限期限 3月2日也不会增加关税 与此同时 更广泛贸易协议及现有关税会在未来一年内取消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瑞银表示 美国不会在3月1日之后 立即提高对中国2000亿澳元出口产品10%的关税 但现有关税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或在未来几个月内取消 中美双方将协商认定一个定期监督机制来检查贸易协议条款的执行情况 瑞银表示 就中国方面而言 中国可能会同意大幅增加从美国的商品进口 尤其是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瑞银指出 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已经开始了 瑞银说 中国将致力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禁止强制技术转让 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减少补贴和过剩产能 并着手其他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还将采取行动 通过修改中国专利法 以及更好的执行机制 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这意味着 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制裁和限制 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严厉 中国将降低美国进口商品更高的关税 比如汽车 并禁止向美国出口非法物质分泰泥 这将加快批准美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各个行业 包括金融服务业 农业和汽车行业 中美双方将同意在网络安全和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 中国将重申不会大幅贬值人民币 或承诺保持人民币稳定 就美国方面而言 美国不会在3月2日开始进一步提高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美国将同意继续谈判 甚至可能同意逐步取消一些现有关税 另外 美国可能会在近期内减少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严厉制裁或出口限制 该报告称 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持续的监控和谈判 瑞盈表示 美国可能会要求定期监控并核实中国所做出的承诺 及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 除了发放经营执照和许可之外打开国内市场 禁止强制技术转让 减少非关税壁垒 减少各个行业的补贴 以及其他面向市场的改革 网络安全和国际合作问题 将是双方需要持续努力的方面 瑞盈表示 尽管中国的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能比他们最初预料的强劲 但美国对未来关税和技术限制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会继续存在 并抑制中国的资本支出 此外瑞盈说我们认为随着经济活动和信心反弹 刺激政策也可能会减少 举例来说 准财政支出或许不会扩大那么多 资产流动性和信贷宽松也可能不会那么大 瑞盈表示 中国在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有可能会限制在6.2%至6.3%之间 贸易协定可能也有助于提振出口相关部门的士气 并有利于东亚更加外向型的经济体 瑞盈预测包括万州国际 九龙纸业 太平洋船运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和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一些公司的股票 会从美中贸易谈判 取得比预期好的结果中获利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为何去年创纪录有6家中国公司被澳交所摘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5日 澳洲广播电台报道 去年创纪录的有6家中国公司被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摘牌 最新一个遭摘牌的是一家有争议的保健理疗公司Traditional Therapy Clinics 澳交所的数据证实 在过去两年里 共有9家在澳交所挂牌的中国公司被摘牌 主要是由于业绩报告和其他公司治理问题 2018年有6家中国公司遭摘牌 在同一年也没有任何新的中国公司在澳交所上市 数量多的多的上市申请也遭到拒绝 他们信誓旦旦说他们都懂 但是当他们真的在这里上市后就不对劲了 比尔公司董事迈克尔比尔说 比尔帮助一些中国公司在澳交所上市 但他表示已经放弃了这种工作 他说我决定不能再做下去了 因为如果他们不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 我的品牌就毁了 几年前 中国国务院敦促企业走向世界 中国公司开始涌向澳交所 目前澳交所中大约有40家公司列明 其主要经营位于中国或者公司控股股东是中国人 中国公司最近一次在澳交所成功上市 还是在2017年 预计这种停滞状态将持续一段时间 曾与中国公司合作过的咨询顾问表示 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兴趣正在下降 目前的市场状况和更为严格的上市规定 都意味着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看到有新的中国公司在澳交所挂牌 澳交所也表示 中国不是他们的目标市场 而会专注于新西兰 北美 以色列 欧洲和东南亚 中国公司寻求在澳交所和其他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几个原因 这有助于他们将财富转移到海外 而且中国政府也经常给予那些成功在海外上市的公司 一定的激励 HLB Manjad公司的审计合伙人 马库斯欧姆表示 澳大利亚的优势在于 上市规则比其他一些证券交易所更容易 澳大利亚有主板上市 还有相当成熟的投资者群体 我们有强制性养老退休公积金 所以已经有了大笔现成的投资者资金 我认为 在澳大利亚 人们对投机性公司的了解会更多一些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一家生育卓著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所带来的荣耀 但是仍有一些人说 搞不懂中国公司为什么要来ASX 比尔说 我认为他们上市的理由是错误的 我认为其中的一些上市行为 只是因为他们想从中国将财富转移出来 另一位顾问也告诉ABC 他对中国公司在澳交所上市的动机持怀疑态度 尽管澳交所表示 他们过去曾经以中国为目标市场 现在已经不是了 但是外国公司在澳交所上市能为他们带来明显的好处 所有证券交易所都想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 他们会得到上市费 欧姆先生说 他们确实努力去吸引海外公司来上市 但另一方面 他们不会改变他们预期的标准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兼Invest Smart的总编辑 艾伦·科勒警告投资者应该谨慎小心 科勒说 我会非常小心投资任何在澳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 他们中的许多公司我是不会去碰的 澳大利亚人报财富事务编辑詹姆斯科比说 投资者首先应该问这些公司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上市 中国的市场有什么问题吗 科比说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投资主题 然而投资者需要找到最好的投资方式 比如专业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和那些尤其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 这些股票质量总是更高 澳交所上的大多数中国公司都属于中小规模 更大更知名的公司都希望在纽约和香港上市 最新被澳交所摘牌的中国公司Traditional Therapy Clinics 自称是中国最大的传统治疗健康诊所连锁之一 该公司去年12月被澳交所摘牌 原因之一是没有提交半年期账目 之后公司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Eziki申请对Traditional Therapy Clinics公司进行清盘 有关听证会计划 于本月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举行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对一系列问题表示关注 包括从投资人那里筹集来的资金可能被不当转移或分散 此外银行记录中存在违规行为 在2018年被摘牌的其他公司 还有Wolf Petroleum Mandalon Resources Winter Commerce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China Dairy Corporation和Dinshan Singh Finance China Dairy Corporation是知名度较高的摘牌案例之一 该公司被摘牌的原因包括对公司治理上的担忧 未能就对其一子公司的成功法律诉讼而告知市场 以及未经股东批准就完成子公司的股份转让 新南威尔市周前副州长安德鲁斯托纳曾是China Dairy Corporation的董事会副主席 但在该公司被摘牌前不久就辞职了 他说大多数在澳大利亚上市的中国公司都尽了最大努力 以达到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以及澳交所的标准 斯托纳告诉ABC 然而少数公司似乎无法或不愿意去遵守这些要求 不幸的是 这少数公司影响到了其他中国公司的声誉 否则这些公司会有好的投资机会 2018年 中国公司遭摘牌的其他原因 还包括未能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概述的使用资金 无法将资金带出中国 以支付股息 以及使用人为手段 获得最低股东分布 以获准上市澳交所 ABC试图联系所有9家最近遭摘牌的中国公司 但未能联系到任何一家公司的职员 一位曾帮助过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上市的顾问 告诉ABC 这些公司经常难以执行澳大利亚的会计标准 也难以编制财务报表 北京还加强了外汇管制 以阻止人民币汇率下跌以及财富外流 这使得中国企业更难获得支付股息和审计的资金 2016年 上市的中国公司Sino Australia Oil and Gas 是另一家出现麻烦的公司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 发现该公司及其前董事长邵天鹏 因为一系列误导性陈述违反了公司法的若干条款 包括对专利做出的虚假陈述 法官说 邵天鹏先生未能确保他能够理解 即使从最基本的层面上 他签署的文件内容也违反了他作为董事的职责 澳交所表示已经进行改革 以应对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澳交所发言人表示 在过去五年中 澳交所加强了准入规则指导与流程 特别是围绕最低投资者分布和最低股票公众持股量 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所面对的挑战 我们还对来自新兴市场的申请公司实行预先审查 重点关注公司治理 以及为什么有意来澳大利亚上市 尽管最近发生与中国公司相关的问题 但是澳交所表示 重要的是要强调他对与中国接触持开放态度 并在一系列领域与中国建立了关系 除了治理问题之外 有商业顾问称澳交所 还有其他与中国公司相关的问题 比尔说 如果你把中国公司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他们的股价与上市时相比股价表现严重不佳 如果中国股票价格上涨 我们就不会有过去两年多来遇到的问题了 在澳大利亚 人们往往对中国公司存在严重的不信任 但比尔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澳交所上市公司中 没有高质量的中国企业 投资顾问表示 通常表现最好的是那些 与澳大利亚有某种真正关联的公司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